蜜月期也慢慢消失了 我想我在香港做多二十年 都没有这里在几年那么大变化 突然觉得有一个小孩变大人 其实那个是挺悲哀的 证明如果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真的不是太亲密 不是经常见到的 不经不觉来了加拿大 都差不多五年了 过的时间比我想象中快很多 我记得我头的半年 因为可能家人未到 所以日子就觉得过得很长 那半年都是自己一人住 上班下班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认识那么多朋友 因为就算认识朋友 那其实都人家平日都有人家的东西做 那自己又做东西 所以都不是说见到很多 反而家人来了之后 然后呢 认识朋友 是一个家人的朋友 那就多了很多活动 尤其是今年 今年我想由 就是叫做上年年尾 到一路现在 其实都因为朋友多了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其他亲戚 所以很自然地 放假的时候 就会找大家 对比较大 跟我刚来的时候 就算好像 一两年 主要都是我们几个 所以就 都不是说好 很多的活动 当我们还没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香港的时候 去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想着想着想着就算了 因为工作又稳定 又在供楼 家庭 就是两边的家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其实在那个阶段 是很难 要去动身的 不过 我们在这几年 其实都有习惯 因为我太太 有些家人 其实都住在美国那边 所以我们 差不多每年 都会有一个 Summer trip 大约三个星期左右 去美国探望家人 所以变成 在那时候 在不是这样想的情况之下 都开始有点幻想 就是在外国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呢 亦都是因为一次 可能在我之前集数都说过 我弟弟 在几年前 因为在这边 另外一个城市 搞婚礼 做就了一个机会 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就过来加拿大这边 参加婚礼 这个正好给一个机会 就可以 几个主要大城市 就是温哥华 卡卡里 多伦多 都来一个叫做 大型的 road trip 看看哪个城市 就适合我们的家人 那时候 因为又有这个 trip 所以就变成了 一些东西就好像 真实很多了 之前的可能是想想想想 但真的回到这里 这个地方的感觉 既陌生又熟悉 是挺有趣的 就是对我来说 完了之后 一路慢慢再籌备 那就真是去到 这个2017年 就得起心肝 因为始终都要 有一个先不做 另一个在香港叫做看住 起码就没有那么危险 所以其实就 我就叫做动身先 2017年 2018年头 我来的头半年 其实 都是一个适应期 因为始终 很多东西 我都要重新适应 而且 其实我的情况 跟一个新移民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除了可能 英文那里 可以沟通得比较好些 以及都叫东南西北 在哪里之外 其实这里的 叫做 风土人情 文化 那些东西 已经 差了很多年 所以 那时候 头半年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食言期 这里的工作环境 这里的人 究竟是怎么相处 等等 直至他们来到之后 我想那半年左右 都可以称之为 密热期 即是2018年 距离来到 2019年左右 这些 头半年 那个时间 就 有很多 的 journey little journey 去不同的地方 那 对我太太来说 是 叫做 但是 开始认识的地方 之外 我也再重新认识 一个revision 那段时间 就因为很多东西 都 真的要在外国生活 了 平时那些 以前那些探 家人 或者去旅行 那些 只不过客身份 但是 今次呢 就不同了 今次真的实实在在 在这里住 但是 可能 那个年纪 即是 那个时间 还是短 所以呢 其实 在那时候 都是 有少少 好像过客 那样的感觉 未是 当自己是这里的人 直至 我想 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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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找到一份 比较 叫做 像样一点的工作 之后 那 就 因为 那个 就是 那个 就是 要跟 本地人也好 国内人也好 要做很多 接触 很多交流 所以那时候 就会变成 自己感觉的不同 就 也可以这么说 那个 叫做 蜜月期呢 也都慢慢慢慢 去 消失了 就是 叫做 back to reality 那 又不是说 那时候做事很辛苦 只不过就是 在 当家人 settle down 之后 小朋友 开始读书 那 太太 当时又开始 读一些 移民的 英文课 课程 他又有自己的 日常生活之后 我又上班 那 那时候 就真的 慢慢慢慢地 就叫做 融入这里的生活 融入这里的社会 那 看过我的片子的朋友 都知道 其实 这几年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尤其是我在工作上 我想 我在香港 做多二十年 都没有这里 在几年这么大变化 那 这个呢 就 我始终都觉得 是一个 eh stage 来的 每个 新的移民 好像我们这样的情况 其实 就是 某一个阶段 可能有些人早些 有些人迟些 但都会有一个摸索的阶段 那 挺好的 我觉得 是一个磨练 一个 认识这里 这个 这里的社会 还有 都有机会去见到 不同层次 不同层面的人 和事 因为 很简单 你在香港 如果你工作方面的话 如果你都是 那个行业的话 其实 某程度上 你所接触到的人 和事 会是 你 那个 comfort zone 那个范围 但是这里不是的 你可以做一份工 你完全 和以前是 不同的话 其实 就 拖着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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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Hello 是 那 comfort zone 那里呢 就变了 你所 所接触到的人 的层面 其实都挺广 还有 那种工种的 job nature 都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由 开车 一个小时才到的一些工作 这些工作 其实这里也很感人 到 一路下床 走到下面的房间 就应该去工作了 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些 opportunities 都令到我觉得 在加拿大 其实都 有几多不同的 类型的东西 可以试 那 你说我现在去到 那个环境 或者一个情况是怎样呢 那 今年呢 就叫多变化 小朋友 的学校又不同了 我又叫做 有一个新的 start 工作 所以变了 对我来说 是一个 挺多变化的一年 那 今年 再去看 再去回顾 其实 有起有悲 你再问我 我有没有后悔呢 过来加拿大 已经过了四五年时间了 你究竟现在的 心努力情是怎样呢 很有趣的 去到五年 这些位置 其实你想想想 就半个十年 是一个不短的日子 整个过程里面 我也觉得自己 就托了很多东西 很多得着 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 你问我 有没有后悔呢 我是没有 因为 始终 都是那句 可以同一时间 见到 两个小朋友 的成长 尤其是 这一年 这一年多 大那个 变化很大 我都在想 如果那时候 我不是 和他们一起来 而是他们几个来了 而我在香港 继续做事 或者 反过来 可能 我就不能观察 我反而会觉得 你慢慢慢慢 然后觉得 小朋友 高大了很多 还有 你突然间 突然 觉得他有一个小孩 变大人 其实那个是挺悲哀的 证明 如果是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真的 不是太亲密 不是经常见到 所以 我觉得 我选这条路是適合我 未必是適合我 因为这里 亦都不是一个天堂 亦都有它 叫做难顶的一面 但是 顾问他如何 自己和家人 几年前的一些 决定 令到我们 在这里 继续下去 我亦都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 其实 真的很现实地 加拿大 尤其是温哥华 再尤其是我们现在住的 叫做烈志文 那在 那个 对待 或者 那个程度上 如果 你说 比较我在 加拿大 甚至乎 北美洲的另外一些 城市 或者地方 那可能 那个 待遇 或者 那个经历 会很不同 那这里 那些人说 多华人 多中国人 那么多 都不是不好的 所以 起码 你认识朋友 那方面 其实 始终大家是相近一点 就会容易一点 所以 亦都有感而发了 听下我发黑风 都是这几年 住下来的心得 纯粹 紧作参考 对吧 那 与本台立场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关联的 那 对了 所以大家 看完之后 如果觉得是 OK的 不妨给个like 我们 甚至乎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那 那就 有新的影片 你就将会 马上收到 OK 那今天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聊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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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